欢迎我和蒋耶夫举行了会谈 萨尔·蒋耶夫是土库曼斯坦独立后来访的第一位国防部长 这次访问为两军友好合作关系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今天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了国庆50周年安全保卫工作实施大会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出席大会并做了动员 参加万国邮连大会的代表今天来到了国家邮票印制局 参观了国庆县里邮票民族大团结的印制过程 各国代表对中国邮票的设计水准印刷质量及防伪技术给予高度评价 另外代表们今天还参观了被誉为京郊第一村的北京韩村河村 总之李登辉推行两国论后极其严重 李登辉在搞分裂的时候经常玩弄一套把戏 就是希望借助国际势力影响两岸关系 借此抬高台湾所谓的国际地位 专家就认为他这种挟洋自重的做法 并不能够拓展台湾在国际上的生存空格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室主任崔博东教授认为 挟洋自重一直是李登辉推行分裂路线的手段之一 李登辉大肆挥洒台湾纳粹人的金钱 收买一些国家为台湾进入联合国极力鼓措 李登辉找紧一切机会拉拢美日等国 借机大搞所谓托展国际生存空间 推行所谓无事外交 李登辉借助同日本人的谈话 借助到美国康内尔大学的演讲 借国外媒体的采访机会 大谈分裂言论 其挟洋自重的丑恶嘴叶布露无为 李登辉搞挟洋自重 我想对他这个人物来说不是偶然 从他的人生经历来说 可以讲他没有多少中国人的人味 也没有多少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 李登辉在少年和青年的前半期 一直接受都是日本黄文化的教育 大学毕业之后又到美国公读博士 其人生经历中就没有受过 几多中华文化的影响 甚至骨子里只有黄文化的东西 和西方的价值观 李登辉企图借助国际势力为他撑腰 就是想成就其分裂的图谋 但这一切也只不过是一厢情愿 无论从中国历史 还是从国际社会的政治现实 一切歉阳致重都没有好下场 寻求洋人支持 决不可能是毫无代价 因为西方大国总是从本国的利益出发 考虑问题 不符合他利益的事绝对不去做 李登辉的所作所为 最终充当的只不过是 国际反华势力的一只棋 他的歉阳致重 绝对不可能使台湾出头田 历史上中国的国阳文贫 使台湾经历了外族殖民统治的痛苦 台湾人民一直有要求 当家作主要求出头天的愿望 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 给了台湾人民从来没有过的机会 和祖国大陆一起共同缔造中国的未来 其他新闻 为了寻求解决中国西部地区 是历届世界华盛大会规模最大的一次 也是世界华盛大会第一次在中华民族发祥地 中国内地举行 前五届世界华盛大会分别在泰国 香港 新加坡 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举行 大会筹备委员会12号宣布 欢迎中外记者前来采访 据悉大会筹备工作委员会新闻中心已经启动 开始接受记者报名 新闻中心设在全国工商联 报名电话是010-6559-5064 凡要求采访第六届世界华盛大会的国内新闻单位和外国新闻机构驻华记者 可以直接向大会新闻中心报名 香港记者向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提出申请 澳门记者向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提出申请 台湾记者向江苏省人民政府台湾树办公室提出申请 境外临时来华采访大会的外国记者可以通过中国驻当地使领馆报名 记者报名日期截止8月25号 中央台和江苏台记者报道 而作为本届世界华盛大会主办地的南京市 为了迎接大会的召开 建设了十大市政重点工程 六朝古都将以崭新的城市风貌 起迎海外华盛巨子的到来 第六届世界华盛大会是自1991年新加坡首届会议以来 第一次在中国内地举办 是迄今规模最大的全球华侨商界知名人士的大聚会 为此南京市从年初开始就投入资金约80亿元 全面展开了以地铁一号线 惠民大道三七工程等十大工程为重点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并对市区内的一批标志性建筑和营会的重点地段 主要路线进行环境综合整治 据了解作为十大重点工程之一的惠民大道三七工程建成后 将使环绕南京市区的绕城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近日完工的新庄立胶桥二七工程沟通的五条城市主半道 全面改善了大会主会场 国展中心的周边环境 届时参加第六届华商大会的五千多名海外宾客 将更好地观赏到中国六朝古都 山水成林相互交融的特色景观 中央台和江苏台记者报道 中国科学院11号透露 人类基因组完成图由中国科学家承担的部分 目前已经率先绘制完成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承担的人类基因组测序任务 也由原来的1%提高到了1.1% 2000年6月26号 包括中国在内的六国科学家 公布了人类基因组工作草图 随后各国科学家就开始进行完成图的绘制 由于中国科学家在完成1%工作草图中的出色表现 国际人类基因组又给中国增加了0.1%的任务 这样中国科学家承担的任务 由原来的1%增加到了1.1% 近日这一被誉为生命登月计划的 人类基因完成图的中国部分 已先于其他国家率先完成 与草图相比 完成图对人类基因的覆盖率 将从90%提高到100% 准确率从99%提高到99.99% 六国科学家原计划在2003年4月汇成完成图 现在预计这一时间将大大提前 专家称 随着完成图的提前完成 生命科学研究正步入一个 以蛋白质和药物基因学为重点的后基因组时代 人类基因组蕴含有人类生老病死的绝大多数遗传信息 读出它将为疾病的诊断 新药物的研制和新疗法的探索 带来革命性的变革 人类基因组草图的绘制计划 首先在美国启动 后英国 日本 法国 德国和中国科学家陆续加盟 中国虽然参与最晚 而且是唯一的发展中国家 但中国科学家完成了1.1%的人类基因组测序的工作 从而在这一科学封碑上刻下了中国人的名字 中央台报道 日前建设部针对当前房价上升过快 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房价非正常上涨的现象 表示将采取加大经济适用房建设等一系列的措施 来抑制房价的过猛涨势 而北京作为全国房价最高的城市 政府对经济适用房建设的投入 则再次成为京城百姓关注的热点 据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业司司长谢嘉锦介绍 今年中国经济试用房年内施工面积将达到2.25亿平方米 年度投资规模为1700亿元 而从目前北京的房地产市场来看 经济试用房显然是供不应求 天通院是北京市第一批经济试用房的建设项目之一 良好的环境和2650元每平方米的价位 吸引了众多中低收入的家庭 记者在天通院售楼部看到 大部分住宅已经显示售出 但前来咨询的人依然不少 据了解目前天通院建好的房子已经销售一空 而且还有一万户居民已经排队等的年底竣工的房子 而对于目前一些开发商受利益的驱动 想把经济适用房项目转为商品房项目的做法 谢嘉锦则表示政府会加强市场的宏观调控 要坚决杀住那些高档项目的大商特商 再来的虚火上升 带来的房地产过热 现在并不出它过热 但是有这个苗头 我们要把它控制下来 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央的 就加大经济使用房建设这个政策 把低价位的 中低收入家庭能承受的 住房的供应量加大 中央台记者报道 这里是中国新闻 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看 新世纪 新合作 新发展 国际投资促进盛会 第五届中国投资贸易洽谈会 中国厦门 大森林 大草原 大湿地 大建江 大湖泊 夏日的激情 春秋的浪漫 绿色健康之旅 中国黑龙江 8月12号下午 大营会闭幕式的演练首次 对媒体亮相 闭幕式的负责人表示 这台晚会将是动感十足 和充满青春气息的一台 高水平的晚会 来自全国各地的 400余名模特 400余名舞蹈演员 200余名杂技演员 400余名武术和戏曲演员 50余名专业歌手 十余个演唱组合 已经近6000名参与者 在以北京天坛圆秋 为原型的主舞台上 演练大营会闭幕式 文艺表演中的 欢乐现在时和青春新世纪 与开幕式不同的是 本次大营会闭幕式 是以歌会的形式进行的 是多种风格 多种形式演唱的组合 开放式的舞台 和占满运动员的场地 将与各演艺项目融为一体 在场上场下的互动中 演出者和观众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共同演绎出 这台集多种表演形式为一体 多种表演风格 与一炉的大营会闭幕式 如果说开幕式 是一个让大家看的节目 我们闭幕式 就是一个让大家玩的节目 中央台记得报道 记者12号 从中国大熊猫繁育技术委员会获悉 今年有13只圈养的四川大熊猫 有可能当少妈妈 这也标志着 中国人工繁育大熊猫 已经进入高峰期 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九只大熊猫准妈妈 已经住进了 装有空调的鲜产房 等待宝宝的诞生 据工作人员介绍 随着繁育技术的 日渐成熟和多只雌性大熊猫 进入生育成熟期 这个基地 已经进入 人工繁育大熊猫的高峰期 估计今年秋天 大熊猫基地的熊猫宝宝数量 将达到历年来的最高峰 窝龙大熊猫保护中心 也传来了喜讯 四只大熊猫已有身孕 据专家介绍 目前圈养的大熊猫 生双胞胎的可能性 为50% 照此来计算 今年人工繁育的大熊猫家族 极有可能增添13到20只熊猫宝宝 四川台记者报道 记者从中国国家文物局了解到 经过两年时间的清理 中国国家级文物古迹建筑的 周边传统环境 已经基本上恢复了原貌 这些古迹建筑所特有的历史氛围 又重新展现在人们面前 据国家文物局有关人士介绍 环境景观是文物原状的重要组成内容 历史上形成的古迹 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和谐极为重要 不允许通过我们现代的建筑 来孤立古迹 也不允许用我们现代的手段 来把古迹 同它原有的历史环境相隔离 这个在国际宪章上 也有一些相应的反应 现在凡是到北京 十三陵风景区的游客 都可以看到 在大道两旁 原来乱搭在古建筑和古树之间的小商小贩等 违章建筑已经被拆除了 园内的黄马红墙和主体建筑 又完整地展现在游人面前 过去我来过很多次 觉得商业气温太浓了 经过这次 来了一看之后 觉得古灵的中严气氛 体现出来了 让我感觉到又耳目一新 我感觉到现在这里的文化气息 非常的浓厚 所探索散发出的那种历史气息 和古建筑现在已经融为一体了 非常的那个一致 如今游客漫步在青山环绕 气氛庄严的北京十三陵风景区 可以尽情感受到古代地灵 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 据介绍 目前故宫 颐和园 中山陵 天坛 敦煌等一批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也和十三陵一样 都已经达到国家要求的环境景观 与传统原貌和谐统一的标准 中央台记者报道 记载中国近代史记代表民国时期 建筑精华的南京原国民政府旧址 最近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京市不久将为这些建筑正式挂牌 依照国家法规与保护和管理 南京原国民政府旧址 包括原国民政府行政院 外交部 交通部 考试院 最高法院 共九处建筑 这些建筑大多兴建于20世纪 二三十年代 是中国近代建筑的经典作品 其中位于中山北路的原国民政府外交部 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现代平屋顶 外部按中国传统建筑装饰 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较早探索新民族形式的建筑 同时作为历史见证的原国民政府旧旨 记载了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重要事件 把他们列入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将使有中国近代史博物馆之称的 古都南京历史文化遗存更加丰富 江苏台记者报道 说起中央电视台银河少年艺术团 许多人都知道 他是中国艺术人才的培养基地 8月12号他迎来了建团40周年的纪念日 银河艺术团的新老团圆